哇 一片紙 红的发紙 其实我都搞不懂 为什么标场用红色的来写名字 很多人都知道 这个红色的不能写名字 因为红色的写名字大部分都是 还好 大饼命还好 搞不明白它们 你可以用黑色笔的嘛 给标场的一个小剑页 以后名字 请用别的原色写 不要用红色 大饼还没那么容易挂 现在我们就 先把顺着盖子有裂的切 切完之后 这种只能取界面 取别的人不值钱了 这个呢 我很多朋友看到都说 这是正红纸 目前切得很理想的嘛 这个纸可是正红纸啊 还有呢 今天开的碗 没有接着拆 越拆越漂亮 越拆越头像 这些呢 就不拆它 你看这个 它没多少嘛 这个完整就做印章就可以了 这里还有点腰懒 我现在基本上可以想象 如果这个大声蒸气的话 可能会比耐线玻璃种 爆得更厉害 这么多大颗的 而且是浓郁的 这颗可惜了 今天接着拆 来 开 这边浸得少 诶 这边怎么肿变好了 这里 这些没什么用啊 这一份呢 就 上次那个玻璃种 就分两期这个不要 一次性全部都看完 到时候一看 哇 一片子 红的发紫 这份石头就体验了一把 片坛跟地狱 这份石头在切盖子的时候 大家都喊着 这份石头要赚大了 那么想都没有想过 直接大声也开干 但是石头很难说 盖子切得很理想 大声是亏得一塌糊涂 这份石头 中标价也懒得说了 看看起货吧 漂亮是肯定漂亮的 但是如果能像那个石头 刚开始切的盖子 这份石头就长大发了 结束了 这份石头在打开 一个石头 这份石头 这份石头 准备 银子 这份石头 小小姐 你是戴左手还是右手啊 哎哟小小姐 你的手太小了 哇 这只是好蹭啊 你会不会 不好意思啊 我没有帮女孩子寄过这些 我还是不会搞 那咋办 想闻到女孩子有自己独立往前的功能 耳钉是怎么搞 是拔出来的吗 对 你直接拔 这个好像有点 噢 一整套怎么样 看阳光底下看一下 看阳光底下更好看 好漂亮 我说的是人漂亮 一时也漂亮 其实因为最近一直下雨 没有太阳光 我们这个紫色的我一直都是坚持 没有太阳光 这个视频我不会把它展示出来 因为没有太阳光底下 你看不到最真实的模样 如果是灯光的话 到时候会更漂亮 那怎么办 所以我为了避免以后引起无必要的纠纷 所以紫色的一定是在太阳光底下 我们家的好像你漂亮是漂亮 但是你带这一套这么贵气的 你年龄还是不够 对 这个要少付款的才会好看 贵付款 走吧 丹丹 你看这是在灯光底下 跟刚才太阳光底下肯定没这么好看 你看它手上还有耳朵 没办法 我们公司里面 没有少付啊 没有这些呢 就随便拆一些下来 剩下的就一整包一整包的啦 因为好不容易把它分好 到时候又要重新再去分 很累的 谢谢单种 不客气